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云聪金融交易学院 这么一个自媒体节目 今天我们就开始讲期货 然后对我个人来说 期货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因为我个人一直也更喜欢做期货 不管是商品期货也好 还是金融期货也好 个人也认为期货才能真正的体现 交易的艺术 交易的技巧 以及交易的乐趣 就是在期货中间 当然对于很多人来说期货是地狱 当然更对于其他的人来说 期货可能是天堂 现在我就不用再 很多后面的东西 我们再慢慢详细讲 我们现在讲一下 大概的期货的一个概述 期货就什么是期货和期货的历史 就是什么是期货 我们这是07个节目了 什么是期货和期货的历史 它历史是什么 首先就是什么是期货 期货它就是针对现货来说的 就是现货 什么是现货 现货我们平时去买东西 超市买东西 我们就知道是一手交钱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一手交货 这个就是叫现货 现货就是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我买个东西给你钱 你给我东西 那么期货 它这个期是日期的意思 期货 它也是一手交钱 但是这个钱等会再解释 也是一手交钱 把钱给你 但是它就不一手交货了 它什么时候交货 它就签 也就是一手交钱 一手签 一手就是签署一个合约 一手合同签署一个合约 这个合同里面约定 在什么时间 在什么地点 我有什么数量 我有什么金额 我有什么价格 以这些方式来交货 就是我给了你这个钱 当然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钱 它可能只是一个定金 就是说 我就是给你一点保证金 就可以了 我给你一点保证金 然后我们再签一个合同 在合同里面规定 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在什么地方 在以什么价格 我来把个货物给你 然后你会问 它为什么会产生期货这个东西 我们就要从历史上去找原因 历史 历史 历史上 期货的历史是这么样 期货实际上在很早以前 有类似的东西的 包括中国古代 也有类似的一些 就是关于冰 粮草 或者是粮食方面的一些 类似的东西 但是这些都是一些 个人性的一些东西 没有形成一个所谓的 现代意义上的一个期货市场 现代意义上的期货市场 它是在1848年 1848年的芝加哥 美国的芝加哥 由48名商人 48名农产品的商人 来组成了 就是现代意义上的芝加哥 期货交易市场 然后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它为什么会出现 现代意义上的交易市场 因为在1848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 美国的芝加哥 它是在美国中部 它是处于水路空 中部 它是一个水码头 它相当于是水运非常发达 然后路运也超级发达 路运铁路公路 这种情况下 芝加哥就成为一个商品集散地 很多商品 他们就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开始集散 就集中在这的 这种情况下 所以这个地方商业非常发达 我们想象一下 就如果你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大豆 大豆农场主 大豆种大豆的一个农场主 那你现在每年年初 你肯定要去做预算 是吧 就是今年我到底 我到底我要买多少地 我要请多少人 我要请多少工人 我要买多少农药 我要种植多少大豆 但是做预算的时候就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每年大豆的价格 它是不确定的 有的年份 大豆价格就会高 有的年份大豆价格低 它这种不确定 也可能是有天气 也有可能是由于 由于就是运输 有可能政治 就什么 什么都有可能 它价格不确定 价格不确定 我如何去预测它的价格 我没办法预测 如果是我认为价格低了 有可能我就少种一些田 如果是我价格高了的话 我就多种 但是往往我多种了之后 价格又降低了 这种情况下 作为农场主 他们是最希望看到 就是有一个价格 就是我不管这个价格怎么高低 我也不管明年的天灾怎么样 你购买大豆的人 你就告诉我一个价格 按照这个价格来 我就可以按照这个价格来做预算 来采购我的农药 采购招人 做各种的预算 所以最后他们就一致的就是由48名商人 就一致的就组成了交易市场 交易市场就出售合约 就出售期货合约 这个合约假设就规定明年 假设规定明年三月份 你每一吨的每一吨的大豆 你要有5000人民币 5000美元人民币来卖给我 你看就是规定的时间 规定的地方 在规定的数量 规定的价格 这么一个合约 我把这个合约就卖给那些 想买这个合约的人 买这个合约的人 一方面当然可能是一些 供应商或者是采购商 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一些投机商 就是这些人有些普通老百姓 他认为大豆价格会上涨 你既然大豆价格会上涨 你又质卖5000 我就可以买下来 我就从中间获利 所以这样子就形成了期货交易市场 这就是它的一个由来 它的一个由来 然后交易市场之后 他们就确定了两个特点 两个特点 就是为了保证市场的一个顺利 两个特点 哪两个特点呢 两个特点 一个就是保证金制度 保证金制度 这个保证金呢 也其实就是说简单一点的 我们就可以说是个杠杆 杠杆 就什么意思呢 我要买10万块钱的东西的商品 我不需要花10万 因为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机构不一样 宗教不一样 一般的是5%到10% 假设是10% 我要买10万的商品 我只需要 我只需要10%的金额就可以了 就是我只需要1万块 我就可以买10万块钱的商品 这是一个杠杆 就是用花小钱 我来买更多的东西 保证金制度 第二个就是双向交易 双向交易 双向交易 就是你既可以做多 又可以做空 就可以做多或做空 我们会详细在后面再讲 怎么做空 总之一个是保证金 一个是双向交易 本来期货的目的 它主要是两个 一个就是套器保值 套器保值 就是让农产品 它可以有一定的价值 就不亏损 总之就可以平衡 现货和期货之间价格 另外一个就是回避风险 但是因为产品 自从被推出来以后 一旦有了杠杆 又一旦可以做多做空 实际上这个工具 就大大的 就是大大的 就是让人心 人的欲望 人性中间的很多东西 就夸大了 夸大了之后 就造成什么结果 一方面很多人 利用期货 以小博大的这种方式 就小钱 最后就大赚 他们就可能很多的 普通老百姓 因为很多人喜欢学习 或者喜欢专业 又有天赋的人 他们不需要 因为期货事实上非常公平 不需要你是富二代 也不需要学历 什么都不需要 只要是你喜欢专业 能够舞蹈这个道理 而且也 而且只需要很少的钱 就是几千块钱 他就可以创造奇迹 就可以从几千到几万到百万千万 甚至上亿 这美国的华尔街有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 但是另一方面 很多人抱着一夜暴富的心情 一夜就想期货市场里面快速的赚大钱 他就是巨资 比如说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 甚至几个亿贪婪去砸去花这个钱 最后巨亏 亏光之后 就出现各种各样的悲惨的事情 有跳楼的 有自杀的 有各种各样的 就是非常非常多的 多的一些故事了 这里面 所以期货这一块 就是一方面 人家说 如果你爱他 让他来做期货 你可以一小博大 就是他是天堂 一方面你恨他 带他来做期货 他是地狱 不管你有多少钱 你可能在几天内拉爆仓 有可能让你就是落入万劫不复之地 所以如果是您是想学习金融交易 金融交易 您可以从简单的股票入手 然后有一天你比较熟悉了 你愿意来做期货的时候 一定要看我后面的视频 因为只有这样子才能够让你在期货市场 或者是外汇市场上生存下去 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有一定的资金 就冒失的贸然的进来这个市场 以为我的几十万可以很快就变成几百万千万 或者是我有这么多钱 我就很快就可以 就是以杠杆式的爆炸式的方式增长 往往殊不知 99%的人不会爆炸式增长 而是会把你的家底 会把你的资金全部赔光 这个是非常恐怖的一个事情 这是一个事实 很遗憾 这是一个数据 如果你和数据去对抗 这是没有结果的 因为这个数据上显示99%的人 不学习的人 都会在期货市场里面亏损 好的 这是整个的期货的历史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将来 我想专门开一个专栏 也不叫专栏吧 就是我的频道里面会有一期 会有一些东西 就叫金融故事 这种金融故事里面 会讲很多和金融相关的东西 而这里面以期货和外汇的故事是最有意思的 我们比如举三个例子 一个例子就是中国的三二七国债事件 三二七国债事件 这个国债事件 它导致了中国 本来是92年期货市场 金融期货市场就已经开了 然后导致后来94年期货市场就关闭了 关闭了一直到20可能16年 有重新开了我们的股指期货 当然后来又各种原因又关闭了 就是他这个国债期货市场 对中国的这个期货市场的影响非常的大 这个就是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这个导致了最后 就是最后的期货 期货交易所甚至都 都是下令当天最后八分钟的交易无效 重新定了一个心酸价格 这种在历史上都是绝无极有的 第二个就是说 一名股指期货交易员 搞垮了一家有200年历史的银行 就叫巴林银行 也是通过做股指期货 而且他写了本书叫 我如何搞垮了巴林银行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伟大的索罗斯 这个就是在我至少在我的眼里 索罗斯是比巴菲特更伟大的人物 就是更就是每个人观点不一样 索罗斯伟大的索罗斯是如何阻击英镑 阻击东南亚货币的 以一个公司的力量去对抗一个国家的央行 这也是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这些都是因为保证金制度 就是和这个杠杆双向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 然后后面我会再详细的讲很多 关于期货的事情 比如期货的是如何做空的 还有期货的保证金制度 以及一些期货的一些简单的 一些常识性的东西 等到期货讲完了之后 我们可能再来讲一期外汇 之后我们就会开始我们的技术分析 然后我们开始详细的讲技术分析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